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外不能只是冒险给你 火柴和打火机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点火工具 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 我们现在常用的打火机和以前经常用到的火柴 它们之间是谁先被发明出来的呢 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打火机比火柴高级 所以是先有火柴后有打火机 答案真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哦 关于打火机的图纸最早出现在公元1505年 有多项证据表明 作者就是我们第一部中提到的达芬奇 而现代火柴的发明是在这三百多年以后的事了 关于火柴我为什么要加上现代两个字 因为啊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南北朝时期 中国的人们就将硫磺沾到小木棒上 帮助于火种或火刀火石 就能很方便的起火 这我们可以理解为古代的火柴 2012年中国的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也是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籍作家 其实在上世界60年代 中国的作家老舍先生就已经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说到这里呢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程序 首先由国际著名的学者进行提名 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 然后经过层层筛选 最终剩下五位候选人 然后再由评委来投票 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得主 老舍先生在1968年就被提名 之后成功晋升为候选人 经过评委投票后 得票最多的依然是老舍先生 这已经毫无争议了 他就是那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得主 然而那段时间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左的十年 老舍先生惨遭迫害 最终投胡自杀 由于诺贝尔奖不发给逝世的人 就这样 中国这才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去世畅谈知识多多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